国界是由谁来划分的 历史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强者身下的娼妓 是屠刀之下的匪猪脖子 国界将来是由枪炮炸弹刀剑来划分的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陈宝国老师 还曾客创过北一会 他可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 也是由北一会发起 在张作霖率部东征西讨的时候 关东军是老虎不在山 猴子称霸王 在奉天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为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做准备 我的使团占领奉天主要街道 只需要五分钟 将这个下占领城门需要多少士兵 奉天的小西门小东门 奉天的八门八关 每一个城关我只需要一个中队 本云曾四郎更是放出狂言 一个晚上拿下奉天城 但在多门中将看来 最先要拿下的是北大营 东大营兵工厂和飞机厂 这样才能让东北军毫无反抗之力 然而首相和外相都不是军国主义分子 演习结束 这些关东军只能天天买醉 我发现关东军的将士们 最近都发胖 发胖对日本军人来说是有耻辱 这里我建议他们直接去西伯利亚挖土豆 那减肥速度肉眼可见 关东军迫切想有所作为 可内阁的骨头太软 在司令白川一则看来这种日子不愧长了 国内经济危机 内核一片混乱 看来若归和碧原就要倒台了 军事的出头之日就要到了 而河本大作对张作霖恨之入骨 这两年探望关东军 帮张作霖打国松陵 打冯玉祥的国民军 可到头来却被张作霖耍了 一寸土地都没得到 怕是内阁又想让张作霖到北京当大元帅 那我们关东军成了什么了 成了张作霖的狗了 现在的关东军需要一个激进的思想 白川一则随即想到了朋友的朋友 北一辉 软弱的碧原外交 已经无法满足日本人的野心 当晚这群关东军就找到北一辉解惑 没想到对方正在装神弄鬼 由于没有字幕 我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但陈宝国老师的演技是真的牛 随着哒哒哒的目击响 北一辉这个法西斯幽灵 出现在这群关东军面前 他指出军人就是力量的化身 但关东军手上的利剑已经失去了锋芒 北一辉这个疯狂的法西斯主义者 随即有改口 要求这些军人为日本未来考虑 他们只有发动战争才能获得生存 你们不是蚂蚁 你们是神的子孙 你们是世界人种中最高贵的 不是 我还有最后三句话 第一 军国 第二 军国 第三 还是军国 我们的目标是满猛独立 对 让满洲 从中国的版图上 分离出去 川岛方子和这些关东军 着实可恨 当时的日本内阁是主和派 但这些狂躁的关东军 对内阁支持的张作霖 越来越不满 这个东北虎 利用关东军 壮大了起来 现在越来越不听话 满洲的问题 已经到了 刻不容缓的地步 东条英机 这个战争罪犯 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群狼子野心的侵略者 实在是太可怕了 然而计划还没实施 大政天皇突然驾崩 一人正式上位 对满猛的政策 也发生了改变 在川岛方子的撮合下 蒲伪等清朝旧臣 和关东军开始了秘密会谈 这些人做梦都想光复清朝 然而关东军 是要将满洲 当成日本的殖民地 未来的满猛帝国 应该是共和制度 而非帝制 你只说满猛帝国的元首 不能是皇上 当然宣统帝 还可以当国家元首 但我们叫皇上 这些满清遗老 怎会同意 关东军便称 这只是说说而已 将来好商量 而作为中介的川岛方子 其实过得不咋地 为了满蒙联合 重振大清 他嫁给了蒙古王子 甘珠尔渣布 但川岛方子 对他根本不感冒 虽然两人早已结婚 可从来没过过夫妻生活 甚至还是分房睡 这晚甘珠尔渣布 是忍无可忍 悄悄来到川岛方子的房间 看着妻子 那诱人的身体 他发现 今天要做一回男人 甘珠尔渣布 已经紧张到了发抖 可他骨瘦如柴 并不是蒙古草原上的野狼 甘珠尔渣布 一头扑向了川岛方子的脚 这个蒙古王子实在是憋屈 而川岛方子也再次证实 每个恶魔必定有一段悲惨的人生 他17岁就被养父玷污 嫁给蒙古王子 也只是政治联姻 对方还是这个样子 就在当晚川岛方子 剪去长发 开始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有张学良这种潇洒公子哥 张大帅实在是太难了 当时正值北伐战争 不佩服孙传芳望风而逃 而阎老心见风使舵 倒向了老蒋 开始进攻石家庄 讨凤 可身为军团长的张学良 却不忘自己的老本行 那就是光顾各地的聊门场所 看到少帅到来 女孩们将他围成了一团 这可让少帅为难了 痛恨自己 不是时间管理大师 在舞池中耍了一阵后 少帅可能是累了 便坐下喝杯酒歇会儿 这么一坐可不要紧 直接把三夫人给等来了 张学良对赵玉迪一见钟情 而当时的赵玉迪还十六岁 张学良看对方 有一种出于你而不然的气质 拿捏女孩 少帅还不是手到擒来 随随便便跳一支舞 再加上自身条件确实太硬了 很快就让赵玉迪陷入了陷阱 突然高两杆出来搅局 时间 什么时间 您是团长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方名 姓赵 名一迪 那为什么有人叫你小三 我排行老四 也叫赵四 咱们还能再见面 你还没告诉我名字呢 哦 本人姓张 明学良 谢谢 赵玉迪一听时少帅 顿时惊了 在某次重要会议上 张作霖迟迟迟等不来儿子 只能对着高两杆兄弟撒气 而此时的少帅 已经开启了和赵玉迪的第二次约会 甚至还打听了对方的家庭 赵玉迪已经完全陷入了少帅的温柔乡 那你今天怎么跑出来 我说去图书馆 爸爸才放我出来的 当年能开汽车泡妞 就等于现在开着劳斯莱斯 两感情迅速升温 没过多久 少帅就将赵玉迪带回了大帅府 真是苦了于凤智 这条是爱情线 你肯定能找到如意拉鸡 但于凤智还是强忍泪水 替公公叫张学良 没想到对方突然来了兴趣 要给于凤智介绍赵玉迪 张学良真是杀人诛心 他走后 房间的气氛瞬间微妙了起来 于凤智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知道 张学良找女朋友 很少超过三天